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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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評判老師好 我們是來自彰化女中的春日部防衛隊 然後這是 喔喔 這是我們的關卡總圖 我們主要講的故事是春日部防衛隊一行人 然後他們展開了一連串的冒險 他們首先第一個來到海底世界 然後他們見到了河豚 就是我們的氧氣自備 然後接下來看到海星就是點還原 然後再來是螃蟹是我們的電控車 接下來他們看到發光的藍眼淚 就是我們的艷色反應 最後他們搭著電動的潛水艇回到了岸邊 然後代表的是我們的風扇 然後回到岸邊之後呢 他們搭著捷克的摩托電梯 就是我們的電控台身裝置 到了空中看到了太陽就是水車 還有蔚藍的天空是我們的心銅電池 然後接下來走著走著到我們的鐵粉排列的地方 他們看到了蝙蝠跟著木鳥 著木鳥代表的就是我們著木鳥型的電控裝置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第三關 他們來到了熱帶雨林 首先他們 首先他們看到了污染物沿著小溪被倒入 污染物倒入了小溪 也就是我們的我們的 然後接著他們沿著小溪順流而下 看到了猴子小魚還有毛毛蟲 小魚代表的是我們氫氧化銅的沉澱 猴子代表的是磁鐵香吸香刺 還有毛毛蟲代表的是紐頓球 就這第四關 他們回到了春日部之後 有了一些自我省思 他們養成了水手撿垃圾 種樹還有關燈的習慣 種樹指的是我們毛細現象的反應 然後接著動感超人為了感謝他們的善心 所以送給他們美麗的熔岩燈作為答謝 然後我們這邊想要傳達的理念 就是我們第四關有環保的概念 就是希望大家隨著科技的進步 帶來的污染 我們也可以守護好我們的地球 讓地球可以擁有現在美麗的景色 謝謝 真的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不僅玩科學做科學 而且兼顧環保 對 人美新美的一對 那你們在製作過程 有沒有遇到一些比較特別的事情 有我們的 有一個裝置 它是針筒 然後它因為它是電控裝置 它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它的裝置常常會翹起來 然後它的水柱就會射歪 然後所以我們就拿實驗室的椅子 然後還有實驗室的書 然後椅子拿來墊高 然後書拿來壓它 就讓它可以確實的射到我們 它該射在的位置上 然後才可以立即反應 哇 這個也是很難忘的經驗 那另外同學呢 鍾琴 還有一個是我們原本設計的路線 其實是L型讓它們可以轉彎 好喔 好喔 我們待會再來分享 台下已經準備完成了 我們就要開始進行你們的第一關 好 我們現場觀眾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彰化女中春日部防衛隊的展示 歡迎他們 掌聲 好 開始了 然後 剛剛開始之後推到骨牌 現在車子感應啟動 然後它開始推那個酒精燈的車 然後走到棉花那裡開始驗色反應 會產生綠色的火焰 我可能看不太清楚 然後 等它燒一下 接下來它往前 它 等一下喔 它等一下應該 它 它 它 好 它現在手動感應 它感應到 它就會 骨牌會推倒 然後 喔 它現在的聯通管裝置 它的球會這樣一顆一顆掉下去 然後另外一邊就會倒下去 接下來它就會繼續走 走到這個是針筒裝置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我們後面拿的是椅子把它墊高 然後下面水車 有球就會 然後推倒骨牌之後 開始銅片掉進去 然後就開始青銅電池 喔 車子可能卡 它有卡住嗎 它現在出 喔 它現在繼續走了 然後它繼續走走走走 走到鐵粉那裡 然後它那個灰灰的地方 很像啄木鳥的嘴巴 喔 骨牌掉下去了 好 手動 然後接下來骨牌倒了 我們開始第三關 第三關我們可以看到 活塞的一邊被拉動 然後鐵粉掉入下方 產生普魯斯蘭的反應 另外一邊是硫酸銅 倒入氫氧化 那容易產生氫氧化銅沉澱 然後牛頓擺拉動 達到另一段 達到第四關的感測器 好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 第四關的電控車開始往前 它剛剛有點失控 然後走錯邊 所以我們現在讓它重新來一次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們想要講 就是我們普魯斯蘭的地方 它一開始設計的理念就是 鐵粉掉下去 然後還有針筒的形狀 就是挖土機 他們現在是開什麼 然後挖土機嘛 然後讓鐵粉掉下去 然後造成一種開發 然後形成河流污染的概念 然後就是 它的設計就是污染 然後後面再開始進行的是環保 這樣一連串的設計 對 然後我們剛剛有講到那個 L型的地方是 我們現在的路線其實是直線的 但它本來是L型的 因為 但是我們在 比賽 大概前幾天 然後我們才發現 我們 總共的大小 其實超過這個場地的佈置 所以我們趕快把路線改成直線 然後找到補救的方法 就是有花費一些心力 然後也是做蠻久的這樣子 對 然後它現在可能出一點狀況 可是它等一下就會好 等一下 我們需要一點時間 它可能快要開始 等它一下 它應該 我看一下 那麼等一下 預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等一下 應該會沿著黑線前進 沿著 它開始了 然後第一關是我們的 它會先 丟垃圾 丟垃圾 對 這是我們的第一關 丟垃圾 接著 就是代表我們 隨手撿垃圾的習慣 旁邊那個是垃圾場 有標示垃圾場 對 這樣丟下去的垃圾 撿到垃圾場 第一器就會把它撿到垃圾場裡面 然後代表 隨手丟垃圾 不對 隨手撿垃圾 然後接下來就繼續走 第二關是我們 大聲一點 第二關是我們 中樹 就是 它會將兩杯不同的容易 然後放到它們的位置 就可以產生毛細現象 然後有樹再生長的感覺 但是它生長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可能最後再看 聽上老師再看一次 好 接下來它們會上坡 然後上坡之後 旁邊會有一個 欸 旁邊會有一個章魚形狀的燈 然後 它是 磁環管跟磁鐵形成的通路 然後它的磁鐵被吸走之後 就代表 它的燈被關下 就是我們隨手關燈的習慣 接下來第四關是我們的熔岩燈 它掉進去然後產生反應 最後我們的骨牌 排的是回收標誌 就希望大家可以更環保 然後隨手 丟了色 愛地球 對 然後我們展示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給它們一個掌聲 謝謝我們彰化女中同學 春日部防衛隊 帶給我們精彩的解說